然后我一进门是这样的 是两个楼梯 一个 一个去楼上 一个到地下室 然后我现在地下室里面装了一圈 地下室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你看哦 因为这个房子是一个装好了的 和昨天我看的还不太一样 昨天那个房子就完全没有装好 然后这边是一个卫生间 对它就是这样 它是一个没有浴缸 是只有shower的一个 然后这个有一个walk-in closet 你看 就是这样的一个 一个closet 然后呢 呃 这又是一个卫生间 但我估计这个更像一个洗衣房吧 对这个其实是一个洗衣房 嗯 然后这边楼梯就通向地下室 那边楼梯就上来 所以它有两个独立的楼梯 这个就到车库了 所以我们现在去一下地下室 地下室非常暗 也没灯 哦 没有灯 那我就 天呐 这个灯光不急呀 哦 当然可以错误看见 这个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这又是一个卫生间 这个卫生间是有浴室的 不然你能看见我 呃 这是 一个储藏的地方 哎呦好暗啊 把灯光 把光线全挡入了 哎 反正nothing special 它就是一个储藏间 嗯 这又是一个房间 这边就没有什么special 就是地下通管道的地方 所以地下室就是一个房间 加一个厕所 加一个储藏室这样 然后我现在顺着楼梯回到 刚才这个地方 你看 就是这个门出去 就是车库这个 对 我又回到刚才这个地方 然后instead of going down 我现在到上面去 啊 这个就是到了 厅 这个厅室还是蛮大的 嗯 然后我再 给你看点厨房 厨房就是这样的一个格局 这有一个中央小岛 然后 就可以把那个 冰箱放到中间那个控 控上 你看你还记得刚才 这个地方吗 就是我一进门的这个地方 它不是有两个楼梯吗 那刚才这个 有一个向下的 一个向上的 所以它是两套楼梯 现在我就站在厅上 这又是一个厕所 但注意 这个厕所 它只有马桶 所以它是半个厕所 它没有自己独立的 洗澡的地方 然后这又是一个closet 可以储藏物品 然后我现在上楼 我上楼了以后 这个里面 只有三个房间 这又是一个厕所 然后这边是一个 这边是一个卧室 应该是主卧吧 因为这个卧室 它自己戴自己的卫生件 对 它就是一个主卧 这样的一个主卧 这有一个储藏室 这个储藏室有比较大 这里还有一个小的 储藏的东西 这个就不太大了 然后这个楼梯的这一边呢 它就是两个独立的卧室 但也可以做其他的东西 你看它都是自带自己的厕所的 这个浴室是这样 这个是一个closet 对 它就是另外一个 所以说在这一层 现在这个房子就瘦完了 所以它在最高一层 也就是顶层 它其实还是有三个房间 其实这一层 这一层 我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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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带来